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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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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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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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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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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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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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DLY 過年總是要吃些大菜吧 對 那你記得有朋友去問我們 去上館子去吃上海菜 記得啊 那你記得哪一道菜印象出深刻 最深刻就是那軟軟嫩嫩的 那個上海烤方 說到這個烤方 其實你知道嗎 台灣的烤方 跟北方的烤方講的不一樣 北方的烤方其實是指燒肉 是燒烤的料理 可是台灣的外省餐廳裡 所說的烤方 其實跟東坡肉的口感類似 就是 都是大塊去燒 可是東坡肉比較小塊 然後上海烤方比較大塊 然後在要上桌吃的時候 再幫你切片外夾掛包 這樣聽起來就感覺它是一道功夫菜 你知道嗎 對我們在年紀的時候 更要做一道像這樣子一個 有特色的一個大菜 對 這種就是很傳統以前就有的烤方 就很功夫 可是我們今天要來改良一下 讓您在家裡就可以DIY 來看一下今天挑的烤方 是什麼肉 其實它這一塊肉就是叫五花肉 如果帶骨就是叫五花肉的小排 那這一個肉你們有看到 大概七公分的高度 那我們到底要用哪一邊呢 那我們要這個帶骨這邊 它肉比較不散 從哪裡挑會比較不散呢 從大概第三到第八根 第三到第八根是不散的 對 所以如今還整塊整板夠漂亮 這樣子方方正正 哇美麗 OK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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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都不散 OK 那我們在這一塊肉已經刮好 用檸檬皮粗圓洗乾淨囉 OK 那到底怎麼來 滷那麼漂亮的一個烤方 馬上回來 OK 這個上海烤方呢 它是主要是吃軟嫩軟嫩 可是呢 我們如果說要吃的好吃呢 我今天要燒的軟嫩以外 我要讓它有一點Q感 然後又不油膩 這才服我們客家的口感 對 所以我們今天呢 還是要來乾爆 因為乾爆可以逼掉腥味 可是要很小心 我們乾爆不能爆到很金黃色 然後讓它有點彩彩 因為它這種口感是軟嫩軟嫩 這跟平常乾爆不一樣 不一樣 OK 所以這個鍋子呢 還是要熱到水珠快跑 今天的烤方呢 要吃原味的話 越小空間 滷它越好 第二個重點 對 就是在剛好的空間是最棒 你省醬油 然後你吃到肉的甜分 而且空間回流甜分不流行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爆一分鐘 不要爆太久 差不多一分鐘就可以了 那你會看到 它因為很厚 OK 淺淺的金黃色 不要太焦黃 OK 那脂肪 OK 脂肪爆出來 那這個呢 用中小火 給它爆 然後一分鐘就可以了 那這個 給它 在裡面一起爆 我們再看一下喔 OK 淺淺你會看到 我都是淺淺的金黃色而已 沒有太焦 因為我要燒到最後 它是軟嫩的 你每一面 你把它稍微爆一下 有沒有 OK 那在爆到最後兩面的時候呢 我們要爆香香料 我這一次就是蒜頭 OK 因為呢 肉跟蒜頭很搭 OK 大顆的蒜頭下去爆 然後呢 這邊呢 我加一顆就好了 小小顆 八角 然後我們這邊 蔥它有一種香氣 所以蔥我這邊也是要 給它爆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我今天要這個烤方的滷汁 滿乾淨的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布包 我要把那個爆香的這個 東西要放在布包裡面 好 那最後呢 我們用小火 爆這個皮這一面 給它小火 皮小火給它一分鐘 然後呢 我們現在 還可以加一點香油的香氣 一點點 大概半小匙就好了 然後呢 這個是 黃冰糖就打成粉 黃冰糖打成粉 它很快就融化 然後我們先把這個粉 讓它在裡面融化 它又變焦糖 當你打成冰糖粉 有個好處是 它反而可以均勻地 灑在肉的上面 又快速地讓它 上亮色的感覺 對 然後比較容易吸收 對 然後我們把這個糖灑上去 你看這個冰糖一融化 有沒有 因為你是小碎的 所以它很快就變狗狗的 然後你每一面給它 給它上亮亮的那個糖 OK 那因為黑豬的皮很厚 所以我們把這一板這樣往下放 皮朝下 OK 然後這個肉朝上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東西塞進去 剛才的鴨增加甜度的 還有這個蒜頭 然後呢 還有這些蔥 鋪在上面 然後呢 這個蔥還可以增加 因為我喜歡蔥的香氣 OK 好 那調味料是什麼呢 很特別 上海菜 這個烤方很喜歡用 紹興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它除了糯米 紅萊米 最重要 有小麥的香氣 然後酒精濃度就有14% 但是它要它的香氣 對 但是酒味不要太重 That's right 那我們加半杯 這時候要再加巧克力料 然後再來呢 我剛剛有說另外一個重點 烤方要好吃 就是醬油 OK也是100cc 可是呢 因為這個肉呢 那麼大塊 要滷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所以很重要 我們這個醬油 如果你滷那麼久只加醬油 然後那個沒有調和那個鹹度 會太鹹 OK 可是因為今天肉比較大塊 我先加200cc 等一下呢 20分鐘後我們看狀況 好 我們再加熱水 那我們給它大滾 那重點還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大火一直在打這塊肉呢 你會把它外面打爛 可是它要軟嫩到裡面 所以要超小火的 超小火 這是另外一個重點 對 所以你這個呢 要滾了 然後很小 20分鐘後 要再加熱水 總共我會加到400cc 如果你前面加200 你的100 100可以分梯汁 因為你一開始加過多太滿 會浴出來 它的肉的甜分都走掉了 所以你一開始用很多的水 去滷到它溢出來也不對 那甜分就跑掉了 你讓它大概三分之三滿 譬如肉那麼高 四分之三滿的滷汁 讓它去揉 那這樣子在一個小空間 在少汁的一個情況下 你會吃到肉的甜分 我們再看一下 我剛才已經開拍前 滷的這塊肉 OK 這邊有一個重點 滷 你每滷半小時後 你會看到油浮上來 因為它是三層肉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撈油 如果你要這個烤方色澤美 漂亮 如果你一直油 滷到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它的顏色不大會吃進去 所以你要愛心撈油 可是撈油又不能撈到光光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油可以避免你的 一點點滷汁揮發掉 所以你留0.1在表面 這個是 這個是秘方 越來越香了 對 剛才我說滷20分鐘後 你就可以確認 來 你看 這個時候 把辣椒 就可以加辣椒 加進去 整根辣椒 然後如果你20分鐘後 你看那個水分 稍微有變少 對不對 你可以再補 總共補到400 你每家打開 然後加水 你還是給它中火 再給它大火一次 再轉小小火 不然它燉不到 它會你的時間拉很長 OK 好 那這樣的一個 那麼好的烤方 在傳統的餐廳 都是配 配那個掛包 白的掛包 白的掛包 對 OK 那我們今天那麼好的這個肉 我們要來配比較健康的 南瓜掛包 南瓜全麥掛包 對 OK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你到最後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 翻上來 肉 給它上色 因為我們不要太多的滷汁 讓它滷 OK 現在就一個小時20分鐘 我們要滷到兩個小時 OK 到真正烤方的那個軟嫩 所以呢 我要給它繼續再 先20分鐘 如果 我們每次check 不要給它滷到兩個小時 那你覺得 哇 過軟 好像入口即換 你又不太喜歡 所以 這一個小時20分鐘 我再給它20分鐘 再check 如果你還是不夠軟 那再加時間 按你的口感加長時間 對對對 OK 我們來看一下 哇 在5分鐘 到它透就可以了 OK 好 可是你會看到 用勾芡 你燒到最後 它自己會有一點收汁 OK 那我們現在就是給它 上色這樣子每一面 有沒有 好 你看 因為它是軟的 你可能會戳破它 所以在後面翻的時候要小心 對 給它翻動 你看亮亮的 有沒有 好 燒到最後你不用勾芡 它會有一點醜感 因為這個 皮有膠質 然後再來 如果你要再醜一點 有一個方式 你可以 假設你不喜歡 長輩喜歡甜一點 你可以用那個好的麥芽糖 這樣子弄一點點進來 我覺得我們最大的改良在於說 吃到你就會感覺 因為經過稍微的乾爆 又沒有乾爆過頭時候 腥味已經不見了 第二個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少汁 去爐煮的過程 時間簡短以外 還有一點 顏色會更漂亮 好 你可以看到 這個肉 有沒有 很美 很美 要小心 它要軟 可是又不能破破爛爛 要整版完整 OK 好 所以一定要小火微 可是如果你 打開來 撈油 你要稍微滾一下 再小火 其實這個皮 我要它的膠質 已經夠軟嫩 就可以拿起來吃